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日本2020财年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 和2021年3月的对华出口额都刷新了最高记录 这显示出日本对华贸易依赖度不断提高 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提振日本经济的最大助力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住日本的观察员 你好 你好主持人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前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日本2020财年及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 和2021年3月的对华出口额都刷新了最高记录 据悉今年3月的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.6344万亿日元 其中100日元约兑换人民币6元 同比增长37.2% 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同时也是连续第9个月增长 得益于中国经济较早从疫情中复苏 日本2020财年的对华出口额达到15.8997万亿日元 同比增长9.6% 受对华出口创下单月新高的提振 3月日本整体的出口额较上一年度同期增长16.1% 达到7.4万亿日元 增幅创下2017年11月以来新高 日本出口的货物主要为半导体制造设备等 一般机械和电器组装零部件 另一方面从中国进口的通信设备及半导体零部件也大幅增长 这显示出日本对华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 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提振日本经济的最大主力 此外日本2020财年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2.4416万亿日元 同比下降16.5% 对欧盟的出口额为6.4万亿日元 同比下降12.5% 好的主持人 3.4万亿日元